通过贸易、融资、物流等于把整个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服务 全部都提供给客户 这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模式 对客户的需求要把握得精准 这些前提条件就是你自己必须要有具体运营的经验 不然的话你不知道客户需求是什么 因为我们本身我们自己就是中小型企业 我们到泰国来做这个事 经历了什么 这其中有什么困难 吃过哪些亏 交过什么学费 我们很清楚 能把这东西转换给客户 就是那OK我曾经倒过的煤 可能是你未来要倒的煤 我帮你把它规避掉 然后我当时觉得难在哪 那你现在一定觉得难在哪 那我来给你提供这个服务 如果你正在为你的产品找一条外贸的销路 那么这个视频千万不要错过 2021年泰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了5387亿美元 今天丁丁就要去拜访两位在疫情期间洞悉时事把握时机 深耕中泰国际贸易服务领域的朋友 我这两位朋友啊 十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物流运输和组合家具的生意 四年前开始涉足泰国房地产行业的家具软装定制服务 把自家的拳头产品远销泰国之外 更是运用多年的物流运输资源 做到低成本高效率的将中国产品出口到泰国市场销售 这些都是色卡不同的面料 面料 沙发的面料 实材的板材 连沙发的内衬对吧 对 包括这个 都可以选 对 椅子的靠背 Aero的泰国总带 对 是有天安赛认证 要买这个品牌的话一定要找你们 断桥里 隔音 隔热 看着底 都不用打地基 就直接往地上开棉 直接往地上放就行 然后只有一个卡槽 两边方便 互相一卡 卡上 安装方便 这样就省事省意了 效率就上去了 在泰国太适用了 3年5年不太坏的 比咱普通的石木地板要结实很多 小小的一个展厅 满足了泰国客户整套的家居 软装定制的需求 再由国内的工厂完成批量生产 所有的色卡 面料 全部可以自己选 那么疫情之下 他们又完成了怎样的蜕变呢 他们公司所有的人都特别有干净 中午饭店还在开会 喝茶 按摩 看电视 练球 来到泰国之后 我们不但学会了适应环境 更加懂得了如何去享受生活 所谓健康积极有创造力 一定离不开快乐和有爱 别走开 这就为你们揭晓疫情之下 中泰贸易的新机遇 像我们习惯做项目 我们是工厂嘛 工厂喜欢那种量大的东西 总觉得做零售太麻烦 一单一单的 要售后啊 这些事情 但是后来做这个零售 也是卑鄙无奈 说了不好意思 是因为 疫情 对 因为疫情 没有项目可以做了 那基本上 因为我们做的都是酒店啊 公寓啊这些 都停工了 你去一个陌生的市场 你不了解的话 就管这个本地化 因为你在泰国生活这么多年了 你也了解 只这个本地化 你就需要花费多少时间 和你的投资 我们已经在这做了四年了 这个坎儿我们已经卖过去 所以我们希望 用我们现在有的 这个本地的资源 去嫁接到国内的客户 让他们省掉 这两部分的成本 这样我觉得大家共赢 大包啊 是吧 然后分减货呀 然后售后啊 退换货呀 这些服务 真是我们的目的是 让货动起来 不是说放到我们的库里不动 不想让你们在这里存货 去靠正面的一点仓储费 我们是想让货物流动起来 因为大家可以在很多环节 产生利润 才能共赢 对 卖出去有利润 客户高兴 你货物流转起来 我们这边提供的 打包服务啊 手前售后服务 包括我们电商服务 大家都会有利润 如果货只是放在仓库里堆着 那客户每个月去交仓主费 越交越多 那他就没有信心了 我们也挣不到钱 一种就是有 国内的电商的运营经验的 他有经验的呢 我们直接泰国就跟他对接 我们给他提供泰国本土的团队支持 包括客服啊 包括美工啊 包括这个运营啊 这些专业的人才 我们来提供 第二种呢 是客户他不具备任何电商的操作经验 他连他在国内都没有自己的团队 那我们在国内的公司 会给他提供这个电商的服务 让我们泰国团队只是来支持 我们国内公司的服务 听到这里 不能发现他家的贸易服务 甚在中泰首尾两端 全部是自由团队 真正可以做到每个环节 尽在掌握 这些客户过来以后 我们最终还要有这个 第三方仓储的服务 来提供这个知识才行 所以后面的重头戏呢 还是这个海外仓这一块 包装和物流运输 直接会影响他的退换货的那个概率 没错 没错 就是你的包装是不是专业 然后你对这个货物的检查 有没有得到程序 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第三方库 它是不给你做这些工作 发出去有问题退回来 要产生成本 那我们呢 是每次发货之间 都要要求打开包装 去查检查这个货物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破损 然后再重新打包 再发货 就是从国内 你的工厂备货之后 我们就开始 国内的物流团队 派拖车 计装箱 去你那儿拉货 搬货之后 然后上船 到了泰国之后 我们来清关 清关完之后 整个拖车 到仓库 整个一条龙服务 都是我们自己的公司 在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是基于一个系统管理 对 我们国内的团队 包括我这边 最基本的都是十年以上的这个物流经验的操作团队 然后我们的这个系统也中了十年了 这个整个这个是非常稳定的 到了泰国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仓库的一个独立系统 这是专门针对于电商 跨境电商 以及本土电商的一个三方仓的一个系统 我们会给客人 用一个免费的客户端 你可以在这个客户端上观察和这个统计你 所有货物的入库 以及出库 包括包装 贴签 分检的全部流程 你都可以看得见 以及我们库存 库存量 他都会跟你的店铺直接绑定 你店铺的销售的每一个订单 都可以同步到我的仓库 然后同步到你的客户端 等于你可以看到我全程 你那卖出一个东西 我这开始打包 分检 打包 铁签 每一个流程 你都可以可以看得见 我们的系统不仅仅支持跨境电商 还支持线下批发 就有些客人 我们下来之后他不仅仅在线上去卖货 拉扎打烧品卖货 他同时底下还有线下的批发 线下批发他仍然可以下订单 通过系统来下订单 我们通过自己的这个 我们有自己的运输车辆 可以往外派送 那么经历了自营项目在泰国深耕发芽的艰辛和不易之后 我们对那些一直以来对泰国市场具有浓厚兴趣的朋友 在选择代运营公司的时候会提出怎样的忠告呢 是不是能够规规矩矩和法首规的去给你做这些服务 不然的话如果他用这些其他手段 你可能觉得他下车还不错啊 或者是各方面的还行 但他可能偷税啊逃税啊 最终一切当快速要需要快速发展的时候 会面对很多法律问题的时候 你就你可能就夭折了 所以真心的给大家一个建议 特别是寻找一个跨境的合作伙伴 一定要找和自己目标理念契合的 如果你的产品是那种很专业的 只有你的销售团队能够懂这个产品 去推广泰国市场 那OK我们就跟你做前端的海外舱 你卖给客户 客户如果说 你这个产品好不好我不知道 OK你可以去我们海外舱去看现货 看现货 等于这样我们就把工厂的真正的销售团队 带到了泰国来 虽然他是在中国 但实际上我们帮他实现了前端销售 他专业的沟通可以通过线上 他自己的专业的团队去跟在地的客户去沟通 但是客户要想看得到摸得着这个东西 就是来我们的那个海外舱 现场看现货是最有说服力的 没错 销售都有旺季和旦季 运输也有旺季和旦季 这种海外舱可以帮你规避旦季旦季的 这个供求需求的变化 淡季的时候你可以多往仓库发货 这样你的运费也便宜 你的原材料也便宜 等到旺季销售的时候 你不需要跟别人再去抢仓位 再去抢原料 你的货就在仓库里随时客户可以买走 是的 它可以做一个平衡 这两年互联网和物流运输的快速发展 也带动了泰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如果大家都对泰国市场有兴趣的话 我们下次就来说一说在ASEP框架下 中泰贸易的新趋势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 我是丁 我是丁